父子反目上台拼杀 到底是姜还是老大了 还是长江后浪 亏钱了 就在美国举办了这场 极为大逆不道的比赛 年轻的儿子和年迈的老爹上台比武 双方相差 三十多岁 好 观众朋友们 视频当中呢 正是今天所谓的擂台挑战者 也就是儿子 我们看他高举了自己的女朋友出场了 但是很可惜啊 他的女朋友是一个聋哑人 但是好处是 他的女朋友可以长生不老 但是就怕啊 就怕放弃 这个小伙名叫马特沃特森 正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年纪 他向家中的权威 他向他的老子 他向他的父亲发起了挑战 没有错 这是一场父子拳击比赛 这种比赛我觉得全世界 恐怕只有两个国家能办得出来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日本 那今天正是在美国举办 哦 再来看一下 哇 相当的疯狂了 他正是今天的擂台首擂者 也就是老马特 我们看老马特非常的兴奋 哇 这个时候如果给他一根七匹狼的皮带 我相信这个小马特一会儿肯定是很难啊 这个站着走出了一台了 哦 看这个架势怎么有一种想把自己儿子打死的感觉呢 难道他是准备好生第二个儿子了吗 好 比赛马上开始 看一下盆场比赛到底是小马特 他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把他亲爹派在沙滩上 还是老马特更省仇呢 好 看这个架势小马特有点招架不太住 后手 哦 打起儿子 绝不会 哇 绝对不会心子手软 比赛仅用时22秒便结束了比赛 我的天哪 观众朋友们 果然是啊 江还是老的了 儿子怕老子 这所谓是一物降一物 主要是这个比赛进行的太快了 才仅用时22秒 看来这个老子平日里 没少打这个小马特 没少打这个儿子 好 再来看第二场 依旧是老爹打儿子 不过呢 儿子不是那个儿子了 是他的大儿子 好 看这个大儿子和他的长相 几乎是一模一样 一个模板里扣出来的 这位老爹据说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个职业拳击手 所以说我们看他拳法是非常的专业 非常看起来 这个大儿子的确有一定的战斗力 但是我个人感觉啊 在老子面前啊 多少还是有些怯场 因为这不是一时的害怕啊 是深入骨髓的一种感觉 一种味脸 往事历历在目 小时候的皮鞭 看他 那相信这个老爹啊 已经五十多岁 老爹漂亮的后手 这位秃头老爹的战斗力 果然是够猛 现在明显的感觉到 这位大儿子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了 因为他并不是职业拳击手啊 一上来呢 把所有的力气轮完之后 那么现在他就非常的贪软 很疲软 好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我们看这位老爹啊 气势汹汹 我觉得打狠一点没关系啊 毕竟是老子打儿子 天经地义 所以说呢 下手狠一点也没关系 不知道这个比赛 他们的母亲啊 以及秃头老爹的妻子 看到之后是做何感想 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这位秃头老爹 不仅是做过职业拳击手啊 而且他后期的工作啊 是一个消防员 所以说体能啊 一直是不错 好 莫出一 哇 裁判终止比赛了 那这个原因很简单 儿子不想打了 两方面原因呢 我个人认为 一方面是体能不行了 而另一方面啊 的确是害怕了 发现的确打不过老子 我觉得这个比赛啊 可以再过十年啊 再过十年再来参加 那没准这个儿子啊 有获胜的可能 短期那样啊 估计是不太可能了 好 那么恭喜这位老爹 捍卫住了自己的权威 捍卫住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啊 将两个儿子打得是老老实实啊 一点脾气都没有 好 再次恭喜 好了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 感谢观看